这是七月新番最顶男主 行为堪比棍永 十年时间猛开五个后宫 精灵萝莉玉姐 寿尔娘大欧派 就连孩子都会下地种田了 时间回到十年前 此时的道夫还在发愁 怎么在五天内 买下昨天看中的寿人妹子 而来钱最快的办法就是 去猎杀盗贼 但奴隶老板却不推荐他这么做 因为对于盗贼而言 赏金猎人是必须除掉的对象 如果赚得太过火的话 反而会被人盯上惹上大麻烦 奴隶老板推荐道夫去迷宫 杀魔物赚钱 虽然相比杀盗贼效率比较低 但好在稳定牢靠 于是男主打算先去迷宫试试水 由于手上的杜兰德圣剑太惹眼 光是拿着他就很有可能被人盯上 于是把圣剑收回系统 来到了武器商店 左挑右选买了一把白板弯刀 准备好一切 道夫尾随其他冒险者进入了迷宫 没过多久 就遇到了一只等级异的树怪 不出意外一刀解决 树怪死后还掉落了树枝一样的素材 应该是能卖钱的道具 随手放进腰包 就这样在迷宫一直杀到傍晚 道夫拿着打到的道具 来到冒险者工会出手 令他没想到的是那么多道具 仅仅只赚了二百多纳禄 平均下来一根纸织十纳禄 按一小时打败十只算 剩下的四天就算不眠不休 也赚不到购买兽人妹子的纳禄 很快来到第二天 男主依旧选择去迷宫杀怪 争纳禄 但这次他遇到了树怪的聚集地 好在有杜兰德圣剑在手 有惊无险地杀光了所有树怪 带着疲惫的身体返回城镇 却在门口遇到了一个死掉的盗贼 想着前几天自己轻松干掉盗贼的事情 男主恍然大悟 猎杀盗贼这么香的赚纳禄方法 为啥要累死累活去迷宫杀怪 为了自己的兽儿娘 为了自己的后宫梦想 道夫决定开始猎杀盗贼